小伙捉到一只诡异生物 外形像蛇发女妖 感觉不对劲立马扔回大海 大自然鬼斧神工 一些动物往往长有十分奇特的外表 尤其是一些深海中的动物 反正也没人看 那就随便长长 一名小伙出海的时候 捕捞上了一个十分奇怪的家伙 看清长相以后 小伙被吓了一跳 眼前这个家伙看起来像植物 但是长满了密密麻麻 弯曲交叉的腕族 更加诡异的是 这些腕族还在动 小伙子这才意识到 这应该是一种动物 看了此情此景 小伙不禁想起了 蛇发女妖美杜莎的传说 小伙再次观察一番 他甚至觉得 这不像是地球上面的动物 或者说 这是一种核辐射变异动物 小伙子担心有危险 于是立马将这个奇怪的家伙 扔回大海了 后来小伙查阅资料得知 刚才那只奇怪动物 叫做筐蛇尾 筐蛇尾属于脊皮洞门 蛇尾缸 除蛇尾目 筐蛇尾科 筐蛇尾属 筐蛇尾在长相和材质上面 都和海星相似 但是它们比海星要脆弱 因此 筐蛇尾也被称为 易碎的星体 它们长期栖息在深海 身体呈现圆板状 身长可以达到90厘米 体重最高可以达到5公斤 筐蛇尾 占有5根十分灵活的蜗族 这些蜗族 拥有惊人的再生能力 每一条蜗末端分成两条小蜗 而这些小蜗 会再次分成很多更小的蜗族 看起来就好像是很多条蛇 缠绕在一起 因此 筐蛇尾也被称为 深海美杜莎 在白天 筐蛇尾表现得很像植物 它们就如同一团奇怪的死珊瑚 它们喜欢栖息在一些 缝隙洞穴或者岩石底下 到了夜晚 筐蛇尾就开始活跃了 它们综合交叉的蜗 就会舒展开来 看起来就像一个倒扣的篮子 筐蛇尾主要以 海底玉泥中的有机碎屑为实 得益于精细复杂的蜗 筐蛇尾可以主动捕食鳞虾等一些小动物 它们四下张开的蜗 就如同渔民们洒下的蜗 蛇尾缸动物是 脊皮动物们中最大的一个缸 到现在已经发现了2000多种 以及200多种化石 而筐蛇尾是比较罕见的一种 主要生活在太平洋沿岸一些深水区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我们会带来更加有意思的视频